大家都跟我说每次洗头的时候这头发总是一掉一大的 是不是这头发没洗对呀 其实呀这洗头里面学问可真不少呢 弄不清楚这些常识不仅洗的不干净还伤身体 那今天呢给家人们来分享几个洗头的小常识 跟我来看看吧 一 头发多久洗一次 二呀身边有一些朋友呀是天天洗头 结果头发呀是越来越干枯 还以为是洗发水没用对 其实呀是不懂根据发质选择合适的洗头频率 这个洗头误区呀在生活中也是普遍存在 干性发质的人皮质分泌较少 洗头次数太频繁的话呢 会将本就不多的皮质带走 导致头皮线增加 发质变得非常的干枯 因此对于干性发质的人来说 每三天洗一次头就足够啦 相反有性的发质皮质分泌旺盛 需要通过清洁去除多余的皮质 因此洗头次数呢可以平凡一些 最好每一到两天洗一次 天气太着的话呢可以每天洗一次 二早上洗头好还是晚上洗头好 关于洗头的时间呀 有不少人在纠结到底是早上洗好还是晚上洗好 还有人到现在还在坚持 晚上九点后不能洗澡 其实呀这是一个认知误区 并没有科学研究证明哪个时间段更好 如果你已经习惯某个时间段洗头 并且没有出现不适的话 跟着自己的喜好走就好了 不过压要提醒大家的是 洗头之后尤其是在睡觉之前洗头 要及时的吹干头发 另外感冒的朋友不宜在晚上九点之后洗头 三吹风机更损伤头发 很多人会觉得吹风机吹头发会损伤头发 但是你没用对 其实呀咱们用吹风机的时候呢 风力和温度都不要调得太高 距离头发呢要远一点 是不会损伤头发的 或者呀我建议大家在选吹风机的时候呢 选这种负离子恒温的吹风机 它是能够智能恒温的 受热均匀 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对头发造成损伤 其实呀洗头掉头发呢是很正常的事情 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 头发的自然生长呢分为生长期 退行期和休止期 在退行期的头发呢就会自行的脱落 人每天掉50到100根头发呢是非常正常的 同时呀也会有相等数量的头发在生长出来 所以呀不用担心 但如果说每天的掉发量大于100根的话呢